桃園龟山大纲国中射击队 日前参加112年全国青年杯射击锦标赛 不仅包办空气手枪与步枪双项目的 国中男子组团体冠军 也获得空气手枪国中女子组团体继军 多位成员也都有穿金带赢的好表现十分厉害 不过同学们仍谦逊地表示 自己的成绩应该可以更好 会得加强训练来精进实力 或实际来其他比赛做好准备 我是觉得还可以再更努力一点 跟在学校里的分数不太一样 谢谢教练这两年半来对我的教导 其实蛮意外的 因为在过程中我没有达得很顺利 但刚好靠队友的成绩刚好不错 就刚好上去了 是想要这次比赛成绩想要再更好一点 有一些动作流程专心度没有做到很好 希望自己可以再把所有事情再做完整一点 把教练说的事情所有听进去 我自己觉得很满意啊 就是虽然前面打得不好 但后面有拉回来 我觉得这次表现还算正常 但是我觉得下次可以更好 你觉得要带助我家长的训练是什么 就体能之类的 因为我打到后面的时候 就是呼吸就是会混乱 就是很累这样子 而在经年度开春的比赛 就有这样的好表现 也让教练与校长十分开心 肯定同学们的努力付出 也希望他们能继续加油 发挥实力 为自己也为学校来争取荣誉 我们这一次青年杯射击比赛 男生在步枪还有手枪 都获得团体组的冠军 这两个项目也都获得了 个人赛的冠军 女生的部分呢 我们获得了手枪团体的继军 那也有个人的亚军 所以成绩是非常的亮眼 那校长在这边很谢谢 我们的同学 我们的选手 平常努力的练习 未效争光 我们对学生是肯定的 那因为他们其实 像我们经常训练的时候 尤其在赛前 我们会加上训练 平日会延长 然后假日也会来练习 那同学他们表现 都是很积极的 基本上他们国中刚进来 都是从零开始 所有基础都没有 所以我们都是以基础训练为主 尤其七年级的 那再来慢慢的 我们会学习 教他一个学习的态度 我们希望能从这 让他们不管是读书也好 练习也好 对以后都有帮助 校长也介绍了成立射击队的来由 早在民国九十年初 大刚国中便因地利之变 而开始推动射击运动 除了设立体育专班 也在校内设置专业训练场地 民国一百零九年 更增设到两个八场 并引入比赛所使用的电子把 希望帮助同学们 能有更充足的准备来面对赛事 至今也孕育出不少设计好手 甚至是国寿 我们设计队成立的时间非常地早 早在民国九十年左右 当时的家长会长 陈世坤会长 他有鉴于公稀靶场 距离我们学校非常地近 所以他非常积极地引进 公稀靶场的场地 设备 师资 让我们的学生 能够免费地使用 所以在他的努力促成之下 我们有了射击队 过了几年之后 我们成立了体育班 然后有了射击专项 那在一百零九年的时候 我们建置第二靶场 第二靶场除了有传统靶机之外 那很特别的有四个电子靶机 那这四个电子靶机呢 就跟现在在公稀靶场比赛 所使用的电子靶机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让学生在练习的时候 跟在比赛的时候是一样的情境 所以会减低学生的 在比赛时候的心理压力 他们更能够放得开 所以能够得到更好的成绩 所以在这个射击队 在大纲国中长久的发展之下 我们也培育了很多很优秀的 这些选手 那目前在亚运的集训队里面 有三位就是我们大纲国中的毕业 毕业生 那我们都非常的开心 也希望我们的现在的小学弟小群妹 能够跟学长姐一起 就是看齐 能够为校争光 为国争光 为桃园市争光 大纲国中射击队选手们 也分享自己一路来的练习心得 尽管当初加入的原因各有不同 不过在进行训练后 成功射中目标 瞬间而来的成就感 成为他们继续下去的动力 最喜欢射击 喜欢 就是训练的过程 很有趣 因为 妈妈以前是射击国手 所以就也有兴趣来练 觉得蛮喜欢的 会有一种成就感 选步枪就是当时觉得 就是步枪看起来很帅 一开始就是 之前有玩射击游戏 就是其实枪蛮有趣的 然后就进来了 比如说电脑是一样的 没有就很困难 就是身体稍微动一下 就甩出去了 所以你觉得练这个 是不是想要注意哪些点练武器 就是类似准备要看好 然后身体要稳一下 想要让国中的生活更充实一点 我觉得打起来是蛮有趣的 然后可以从里面找到成就感 学习一开始的比赛 便有奖牌相伴 校方与选手们都期盼 能把握这股气势 继续加紧练习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能有更好的发挥 继续旅游婷 台湾报道